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363集 夏小兰也不想在这时候说 她答应了刘芬要在七景村建新房 陈庆也住在村里 两人还有要见面的时候 但不说吧 也是对陈庆的一种伤害 陈庆明显就是要告白 等她说出来 夏小兰再拒绝 多伤害年轻人的面子呀 感情的事不能拖泥带水 夏小兰也没有养备胎的想法 要不是顾忌到高考 夏小兰早会对陈庆讲明白 现在嘛 陈庆显然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夏小兰说 有了交往几个月的男朋友 陈庆啥也不问 沮丧且失魂落魄 走路都是双脚无力 我先回去了 把陈庆留学校里 志愿的事让她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去京城上学 陈庆还有反悔的机会 七月娇阳似火 夏小兰走出学校 就瞧见夏紫玉在那里 对方被门卫老赵拦着 自持身份不肯和老赵争吵 但依旧气得脸颊发红 我现在回母校都不能进门了 这是谁给你的权利 只要是你们家的 除了小兰同学 都不能进 老赵也是很耿直 看夏紫玉的眼神 根本不掩饰警惕 要回母校 哪天不行啊 非得挑今天 老赵可知道 今天是孤芬田志愿的时候 放夏紫玉进去 她跑去捣乱使坏咋办 老赵不是拿鸡毛当令箭 孙校长的确说过嘛 凡是夏家人都不能进学校 怕影响到夏小兰同学 现在虽然高考完了 毕业照没排 夏小兰就不算毕业 老赵坚持着这一点 夏紫玉还没被人如此对待过 老赵直接把她当成了洪水猛兽 她在哪里都是受欢迎的 别管从前在安庆县一中 还是到了京城师范学院 夏紫玉骄傲自己的人际关系 现在却被一个小小的门卫拦住 老赵这样的人 夏紫玉在献衣中的时候 也不会多看两眼 她不想和门卫争执 那是有失身份的事 但她又真的很想尽孝 今天就是孤芬田志愿的时间 如果夏小兰 正僵持着 夏小兰就走出来 手腕上打着石膏 身上也还看得出来受伤的痕迹 身后跟着两个男人 一左一右的 看她的眼神更是毫不掩饰的警惕 夏小兰一双眼睛格外好看 似笑非笑看人时 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夏紫玉 你这么早就来恭喜我 你可真急躁 今天只是孤芬 成绩还没公布呢 夏紫玉抿着唇 为她爸的断手而不值 既然夏小兰这么说 看来手腕上打着石膏 却没能影响对方参加高考 今天都来孤芬田志愿了 张翠说 夏长征的手是被夏小兰报复 是夏小兰躲过了算计 反找人挨砸坏了夏长征的手 张翠都被搞得神经兮兮 瞎子玉想 如果能阻断夏小兰的前程 那用她爸的一只手换 别说她这个当女儿的心狠 是以至此 那也是值得的 可夏小兰照常参加了高考 今天还表情轻松愉快的 来孤芬田志愿 一股火气就直冲夏紫玉的天灵盖 夏小兰 你不要得意太早 我爸的手是你招人打断的吧 你这是要坐牢的 夏小兰一脸敷衍 怎么 我那前大波断了手 那可真是不巧啊 我前段时间也被车撞了 伤的也是手 好在伤势不重 没影响我参加高考 夏紫玉生气的不就是这点吗 她从京城回来 听了张翠的话 就催着派出所赶紧破案 派出所那边也很为难 现场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所有痕迹都是夏长征本人留下的 案发时已经是晚上九点 偏僻的后巷 路灯的灯泡坏了大半年 那一片的居民走夜路都会绕开后巷 夏长征晚上被人袭击 早晨才被环卫工发现送到医院 没有目击者 八四年更找不到什么监控 派出所也一筹莫展 黑灯瞎火的 夏长征也没看见是谁袭击她 直接说夏小兰 那也要派出所有人信呢 身材纤细的女同志 怎么能撞到身强力撞的夏长征 又硬生生把夏长征的手砸断 夏小兰也拿不起作案工具吧 夏长征是去结尾款的 知道她要去那后巷的 除了张翠 也就只有约好的混合 夏紫玉又去找几个混合 他们全部在家里养伤 伤势也一样 右手骨折 夏紫玉确信了 这是夏小兰的报复 虽然混伙们坚称自己是摔的 夏紫玉却不信这种巧合 断的都是右手 不是夏小兰找人干的 还能是啥 夏小兰的心狠手辣 连夏紫玉都惊诈 她当然知道夏小兰不好惹 从前 从前在家的时候 夏小兰就是个心黑的 一招得势就会翻脸不认人 夏紫玉千方百计阻止夏小兰出头 也因心里隐隐畏惧对方 她是真的畏惧着夏小兰 冥冥之中 属于夏小兰的东西 就算被拿走了 也会换一种方式还给夏小兰 夏紫玉隔着衣服 摸到兜里那方正的东西 她难道真的收拾不了夏小兰 夏小兰 我爸的手断了 以前那些事 我也不想再和你纠缠了 就算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让人弄断了我爸的手 咱俩的恩怨算是两清了 从此桥归桥路归路 再见也当陌生人 夏紫玉习惯装腔做事 现在说这话反而多了几分真诚 夏小兰十分奇怪 这不像是夏紫玉的为人 视若反常必有妖 别管夏紫玉出什么招 夏小兰都不会被对方带节奏 你可不要胡说八道 我最近都忙着高考 连你爸都没见过 我为啥要打断他的手 至于你 我的好堂姐 我俩的关系怎么能算陌生人呢 你放心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轻轻松松说句一笔勾销 夏小兰的一条命就这么算了 以后的日子还长 让夏紫玉坐立不安的报复 对夏小兰来说才刚刚开始 夏紫玉 我们下次见面 应该就是在京城了 哦对了 我报考了京城的大学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这下词 请不吝啰